当华人传统汉服遇上各种动漫角色 那会是一个怎样有趣的情境呢 这种场面今天中午就在 柔佛新山陈旭年文化街上演 多名年轻男女变装之后盛装出席 还有不少父母陪同子女前来参加活动 一窥十下年轻人的潮流示好 今天下午新山陈旭年文化街 聚集了不少汉服爱好者和漫画角色扮演者 对于热衷于角色扮演的年轻人而言 能够装扮成自己喜欢的动漫角色 和穿着汉服的新朋友一起交流 是个独特的经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想法 是因为主办方会把汉服还有cosplayer 放在一起举办这个活动 然后很庆幸我们可以在这个老街这边 一起拍拍照去走走一下 顺便来玩一下cosplay 尽管这看似属于年轻人的活动 但也有不少家长陪同孩子 前来参与这项活动 试着去了解孩子的嗜好 去年在她的Facebook在家里有注意到 她有参与这些活动 所以就想跟女儿了解一下 到底这个是什么活动 然后经过自己参考一下 感觉到OK啊 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活动来的 所以我也很支持她 事实上这个名为次元混沌老街在序的活动 是陈旭年文化街委员会 在上个星期临机一动临时决定主办的活动 整个筹备过程不到10天 却成功吸引了近30人前来参与 今天来的几副全部都是年轻人 他们在这个时代 一时代的年代里 我希望在这样的活动当中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 知道我们这个活动也更希望老一辈 长辈们能够认可我们这样的活动 林宫明表示 有足同胞在婚宴上都会穿上他们的传统服装 马来套装 而华人一般只有在新年中秋节等节庆 才会穿上传统服装 因此他希望可以鼓励华人穿着汉服 唐装等华人传统服饰出席婚宴 阿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